股庙致富可以不憑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信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收听6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信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和彦 哇昨天晚上美股持续收黑下跌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低 中场是下跌了190点 指数说在21174 成交量是6649亿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的昨天美股市下跌 可是昨天台子期的夜盘 是大涨160点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一开盘 今天开金关跌 今天一开盘就开高174点 那为什么开那么高 反而收盘变成跌190点 为什么 赵云 不知道 今天MSCI新的权重生效 所以有些固定的日子 你一定要记得 MSCI的话 每年固定的 2 5 8 11 这四个月 最后一个交易日 盘后新的权重生效 所以今天一开高之后 外资就开始进行 持股调整的动作 因为前两天 礼拜三礼拜四 两天跌了快500点 礼拜三跌了195点 昨天跌了298点 两天跌了500点 这两天外资 总共卖了台股 也卖了400多亿 所以前两天外资 已经在卖股了 那今天 新的权重生效 一开一开那盘 正好让外资 从开高盘就开始进行换股 所以你看今天 亚洲股市表现不错 今天日本大涨424点 南韩也涨0.29% 香港盘中一度 涨了300多点 那大陆股市 今天也全部都上涨 那只有台北股市 呈现开高走低 这样大家知道 MSCI新的权重生效 所以今天成交量 最后一盘也爆出大量 原本预估量是4000亿 最后成交量是6649亿 所以一般来讲 像这种权重生效 尾盘杀低的 下一个交易 就是很容易怎么样 出现开高的现象 所以下礼拜台北股市开高 机会是很大的 好那今天虽然 大盘最后跌了190点 可是今天OTC是平盘的 加全指数虽然跌190点 涨的加速有543加 跌的加速有344加 奇怪哦 落到190点 为什么 起的公司 平落的公司 加200金 OTC的部分 涨的加速430加 跌的加速275加 所以上市会加起来 涨的加速有983加 跌的加速 有610加 所以今天虽然指数是跌了 可是涨的公司 比跌的公司 还要来得多 所以重点都在个股 我经常跟大家讲 Key管都卖过一堆啊 涨高就不要再追了 涨高你再去追 你占不了便宜的啦 你看今天主要在跌 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跌了17块钱 光是台积电就139点了 鸿海今天跌了4块半 鸿海也刺掉指数19点 联巴克今天大跌55块钱 联巴克也刺掉指数27点 那广达今天跌了7块半 广达也刺掉指数9点 就光是这四支股票 只有这四支 刺掉指数快200点 那包含今天 台达电也下跌5块钱 这都大型全资股 那包含长龙 阳明 万海今天全部都开高走低 尤其阳明打到跌停 万海也打到快跌停 收盘跌8.9% 夹股票都在哪 都涨到天花板去啦 对 台积电是不是涨到天花板了 是 去到870几块钱 联巴克是不是涨到天花板了 去到青山 那洪海更不用讲了 对 去到200块 郭台铭先生 在好几年前 他讲什么 对 要上涨到200块 涨到200他才要退休 对 结果 在100块钱他就退休了 是 只要他退休之后 竟然股价快来到200块钱 是 那这些个股都已经涨那么高了 那你再去买这些股票 那就变成当运大头啦 对 所以林田彥均常跟大家讲 开关就别吃了 我们再去买这些股票来买就好 股票市场安安心心 你要先把风险控制住了 你再来看赚钱的利润 不要一味的只是 我要赚钱 我要赚钱 就风险控管都不会做 再追强势股 到最后追到天花板去 变钱没贪到 反而赔了一屁股 上进来股票市场 就没意义了嘛 对 你如果真的一直怎么样做都做不顺 看着行情去 看到个股大涨你就想追 你有这种症状的 有这种情况的 来找林田彥均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林田彥均带着你做嘛 我带你做嘛 避免掉你经常在追高的坏习惯 我找底部的股票 让你一档一档慢慢的买 该卖的时候 我也会带你卖 那达克跌1.08% 费成报道体跌了 0.88% 道琼落得轻 道琼这次从4万点 短短两个礼拜时间 回到38000点 道琼落到 两千点 那主要还是以传统产业 在跌为主 可是那达克跟费成报道体 这两天虽然下跌 可是指数位置还在历史高点 所以科技股的部分 还是相对比较强势 那昨天美国股市 涨跌之间 主要波动大的在哪里 你看昨天美国股市 几档重量级的公司 苹果是涨0.53% 微软 全球最大的 民营企业 微软跌3.38% Google跌2.16% 脸书跌1.54% 亚马逊跌1.48% 我刚刚讲这五支股票 苹果 微软 Google 亚马逊 脸书 如果再加上 辉达 这六家公司 是美国市值前六大的公司 那昨天辉达 股价也跌了3% 所以前六大的公司 股价都跌2%3% 那当然道琼一定撑不住嘛 对不对 可是科技股的部分 昨天相对 还是比较强 你看昨天 科技股里面 有两家 全市场最关注的股票 是吧 哪两家 哪两家 昨天美国股市 两支最重要的 一档是惠普 惠普是美国电脑品牌 昨天发布财报 一天大涨16.95% 那另外一家是Dale Dale也是美国 电脑品牌的大厂 美国两大电脑品牌 昨天同时发布财报 结果一个大涨16.95% Dale昨天跌了5.18% 盘后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大跌17% 两家公司财报都很好 两家公司财报都高于市场预期 为什么一个大涨16.95% Dale反而跌5% 盘后又跌17% 差别差在哪里 差别差在Dale早就涨到天花板了 对不对 Dale股价在财报还没发布前 已经涨到172美元了 最近两个月时间涨幅高达72% 林大润是不是教过你们 财报发布利多利空固然重要 股价的位阶更重要 你如果已经大涨之后 再发布利多的 那本来会容易变成利多出境 让主力法人能够趁机逃走 你看惠普 你知道惠普EPS多少你知道吗 多少 惠普的EPS是3.99元 那昨天大涨16.95%之后 股价在38.3 Dale的EPS是4.1元 一个4.1 一个3.9 差两毛钱而已 一个38块 一个170几块 差好多 实际上是电脑品牌大厂 一个3.9EPS 一个4.1 差两个银而已 一个30几块 一个170几块 那同时发布财报利多 会有这样的表现 进行的嘛 对不对 价格低的就有涨的机会 价格高的就有跌的空间 所以林大润经常跟大家讲 买股票你要找低股票 赚大钱底部的股票要买 不要一直去追高 一直追高 没完没了啦 够危险的 每天跟大家提醒 每天讲话 你一定要听进去才可以 好 那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开高走低 今天开高走低 今天排名上最强在哪里 今天其实最强是在金融股 是 今天金融股的部分 三商售大涨6.2% 星光金一度大涨到8% 玉山金大涨4% 台中营统一震 包含富邦金 这个都涨幅都有将近2%的一个幅度 所以大型全资股 尤其电子的部分外是在调节 可是金控股的部分 也有在做撑盘的动作 哪间涨幅最大的 当然就是星光金 星光金间一度大涨到8% 咋回应吗 为什么 为什么这支股票突然间 会大涨那么多 因为现在市场在传 之前是台新跟星光 兄弟可能会合并 可是兄弟合并 这个话题传太久了 而且一直都没有答案出现 那前两天已经有传出来 中信金可能会去并星光金 前两天市场已经在传了 那两家公司当然都一直没有回应 那今天市场开始发酵 股价开始大涨 你想哦 中信金如果真的去并星光金 双方如果都合议结婚的话 会怎么样 谁会受贿 你有没有想过这问题 对 你看哦 中信金目前股价在35块钱 中信金的每股净值 23块35 嗯 股价35 净值23 股价高于净值 对不对 那星光金呢 哦对 星光金股价在9块4 是 净值在16块半 哦 也就是星光金的净值 股价低于净值块一半 对 那你想啊 你要价人家 你会降价一半价吗 嗯不会 最起码你要合理嘛 对不对 那财产有多多 以我的财产来评估嘛 对 不可能会折价一半去送给人家嘛 所以未来如果中信跟星光 真的走向合并之路的话 那谁有机会大涨 嗯 星光金 那是星光嘛 对 什么机会 嗯 返回到16块半 是 来进行合并 对 这下机会啊 对不对 嗯 那现在股价才9块多而已 从9块多到16块半 中间有80%的想象空间啊 是 我们从8块2就开始买了 专期年 只有林和宴会买这种股票 嗯 只有林和宴会买这种股票 其他老师 其他分析师 都一直忙忙碌碌在追 每天台面上强势的个股 林和宴跟人家不一样啊 我不会只看眼前 我随时在评估的都是风险 怎么样让风险降到最低 利润拉到最高 有很多黑金砖 上面有黑金砖在吗 黑金砖 黑金砖是 你看它表面乌青抹黑不起眼 嗯 好像是不起眼的烂石头 可是你把外面那层 乌青抹黑的外壳脱掉之后 它里面却是黄金啊 是 所以你要慧眼是英雄 林和宴经常在做这样的一个评估 哪些股票没人注意 发人问金 可是它的价值却是很高 那当你发现之后 你就要趁机赶快低买了嘛 对不对 真金不怕火炼 如果真的是黄金 早晚 世人一定会看到 它的价值 一定会 重新回到它应有的位置 你看星光菌我8块2在买的时候 上了买 嗯 我们其中价在买而已啊 是 现在已经涨到9块6了 9.65了 要20%哦 嗯 我经常跟大家讲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很容易的 那到时候如果一旦真的合并 星光菌如果涨到16.5 那我们八块2倍了 赚一倍呢 对哦 赚一倍呢 嗯 指数在2万多点 还有办法赚一倍 无法想象哦 是 有啦 股票市场多的是机会 嗯 重点是你要去发掘 而不是随着市场 随着盘面 一直在追来追去 堆来堆去 堆堆堆 堆到要堆去 嗯 迷失掉 这样都不好了 另外一党觉得 也是类金融 什么叫类金融 它不是金融股 可是跟金融股又有 绝大的关系 是 哪一党 润泰拳 润泰拳只有南山人寿 是 高额的持股 是南山人寿的大股东 那南山人寿 今年前四个月 大赚195亿 比去年成长3.7倍 不是3.7%哦 不是37%哦 3.7倍哦 所以润泰拳第一季的EPS 已经4.2了 今年全年 赚超过一个股本 是绝对没问题的 市场估计甚至有可能到15块钱 那股价是只有六十几块钱而已啊 每股竞争也高达96.6 我们从60块钱都开始买了 今天68.4 上个礼拜五 我们还在买66的 所以你看这个礼拜 礼拜三跌195点 昨天跌298点 今天跌190点 我们上礼拜五 会论泰拳 上礼拜五是66块钱 又加码买进 那今天 反而涨到68.4 让我给他贪两口息 所以股票买卖 你一定要掌握 底部的股票 不是一直在乱追高 班长连天要带着你做嘛 我带你进 一定会带你出 好 融赚单股3号 我们现在全力在布局这档个股 把资金集中在一档 最具包发力的个股 当行情发动之后 你的利润就会最大 跟他一样脚步 好的 谢谢老师 会卖股票老师才是高手哦 何彦老师坚持直买 底部机优期涨股 一定会待进待出 想要复制光宝科 微星 台大电 还有新光晶 智新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进一部内容 可以留意我们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了听众朋友 做股票在底部买进做波段 你才能够搭获全胜 一定要在行情发动前 先卡位 你才能够领先市场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这一档 去年获利成长一倍 股价还在八个月底部的 龙赚单股三 欢迎你利用我们 全新的特别业务活动 单股重要的计划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 02-239-23988 02-239-23988 会长的股票 只要有一到两档就够咯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 赶快把握机会来加入 02-239-23988 02-239-23988 另外在股票操作上 有任何一位 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加入 何彦老师的Lite 以及Telegram账号 加入之后 在盘中及时的讯息 以及老师的看法 都会传送到你的手机上 而且呢 进出的部分 有老师的讯息在手 你就不容易被洗掉 Lite的ID是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ram账号是PRO5个8 此时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稿的林何彦老师 指数在高档剧烈震荡 选对股票 更对老师是非常关键的 接下来还有哪一些 低档的机油股可以留意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好的 这个礼拜前两天大涨 后三天大跌 三天跌得快700点 是 600多点 对 真的是来的快去的也快 本来指数在这么高的位阶 波动本来就会很大 所以你在操作的时候 去管车不要去买买堆 尽量找底部的股票买 找不到就找林何彦 今天亚洲股市都大涨 日本涨了400多点 香港涨了200多点 南韩也涨了0.3% 澳洲也涨了0.8% 台北股市反而开高走低 有什么 因为MSCI 潜重生销 像这种行情 下礼拜一开高的机会很大 所以也不用过度担心 但你如果说价格已经涨很高了 当然你还要稍微 那底部的股票你就放心 该卖你要舍得卖 你看我这个礼拜一在卖股票给大家看 我卖光宝科 卖122 今天107 你有差吗 有差多少 中差13000 中差13000 台北股店我卖353的 今天324 哇 差30块了 自新 我卖320的 今天305 差15块钱 也差25块钱 这个股票会不会 你也会不会 对不对 维星 我卖200块钱的 那今天191 差9块钱 所以你那样带进也会带出 专找底部的股票买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就很容易 啊 不要去推管 下礼拜二 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 所以这几天 电子股有些蹲下来的 你要掌握底部布局的好机会 啊 当然股票要多 好的股票 一支两支就有够了 你可以跟我融赚单股 把你有限资金集中在一档 最具爆发力的个股 当行情发动之后 你的效果就会最好 融赚单股二号已经发动了 我们现在全力在布局第三号这支 第三号这支 去年获利成长一倍 第一季成长47% 股价在八个月底部 赶紧去 赶紧真凶 是 不要紧 下礼拜有来 我赶快带你上车布局 目前股价还在八个月底部 跟他拥有脚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现机都要反败为胜的关键 一定要集中资金 买对股票 认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这一档 去年获利成长一倍 股价还在八个月底部的 龙赚单股三 你就有机会 领先卡位在底部 进一步内容 可以留意我们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资的 林和彦老师 好的 听众朋友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只有在底部买进做波段 你才能够领先市场 认同老师的操作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赶快把握机会 利用我们全新的 特别业务活动 单股重压的计划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这一档龙赚单股三 来电帮名的电话是 02-239-23988 02-239-23988 何彦老师的单股周周发 短线带你做价差 搭配长线做波段 让你多空操作更灵活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哦 赶快把握机会来跟上 02-239-23988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陌生敬 21-239-239-249-249-249-239-249-259-229-24网 guy